厨房里还有这四样东西的话 建立大家尽早赶紧扔掉哦 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厨粮 厨房是我们每个家庭最歇意不可的一个地方 而厨房中的每一个厨祭也是非常不可歇草的 可是厨房中的这四种东西建立大家要及时公换 而这些东西也是厨房中里面的必需品 大家一定不要舍不得扔 其实及时公换呢 对于我们整个家庭的身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 第一种呢,就是厨房中我们每天必需用到的菜板 这个菜板呢,我们用久之后都会长出一些霉精 相信很多人都明白 霉精呢,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 像黄奇霉精就是国家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然而这种霉精呢,它是非常的耐高温 不管我们是给它爆晒或者用开水给它煮烫 里面的这些霉精呢,也不能完全给它去熟掉 所以呢,像这样的菜板,我们最好不要再使用它啦 最好尽早及时马上给它更换清的 平时我们在厨房中,这个菜板使用了完之后 也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我们最好再用盐水 或者用烫的碱水来进行给它保养黄霉 并且要给它损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 及时给它晾干 如果家里面的菜板呢,用久了都会裂开 或者这些刀痕比较多,比较深 并这些放弃呢,也特别容易隐藏一些污垢 然而不停的在滋生细菌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就会污染到我们的食物 所以这个菜板呢,一定不要用的太久 要及时给它供换 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讲第二种 第二种呢,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它好几次的吃饭的筷子 筷子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每天每三必须用到的一种筷子 的时候每天都不止用上三四 筷子不仅是用来吃饭 而且还会用它来搅拌食物 而这个筷子呢,用久了之后也会花黄 花黑,甚至还有花梅的情况 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最好要及时给它供换 而且供换的事是大概是每个季节都要供换一次 毕竟这个筷子呢,我们都是直接用它夹到这个口腔里面的三季 从小我经常就听到奶奶说过一句话 定省口入 像这种直接入口的三季呢,也对不可以大意 这样子会直接影响前家老小的健康 虽然说这个筷子我们每天使用完之后都会设定给它先洗干净 但是最主要的这个筷子用久了都容易散松霉金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舍得给它供换 视频看一半欢迎点个赞 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知识将是我先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第三种呢,也就是塑料的盘子或者塑料的碗 这些塑料的三季呢,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清楚的一个谜 虽然说做出来的这些塑料碗呢,都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诱人 款式呢,是各种各样特别的漂亮 尤其是小孩子都非常喜欢用 可是有很多人并不清楚 这些图案中还有这些材料 它里面到底含了多少的鲜 或者有多少这个有害物质呢 如果这样子长期使用或者小孩子使用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减定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尤其是小孩子 而且这种塑料的制品呢 在60度以上的高温中 非常容易散松有害物质 所以呢,这种三季最好不要给小孩子用 或者尽量不要去用 如果大家必须要用的话 那一定要通过中规的两道 并且杀验证这个产品是否有习可证 上面是否有标志 这个QS等合格产品的标志 这些颜色呢,一定要用纯白色的 这种呢,才是最好的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输现划痕 并且输现近色褪色的形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必须要把它扔掉 或者更换期来使用 第四种呢,就是百结布 百结布在我们厨房中 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 如今的百结布呢 基本吸污功能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吸水性呢 也是非常的强 可是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哦 像那些便宜的地摊货 大部分都是劣质的产品 是一些不良的商家 采用了超级廉价的 甲圈超标的材料制作而成的 如果大家在厨房中 长期使用这些 含有甲圈的产品的呢 不久了,那就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种合格的产品 或者我们可以用这种 农村里面最纯天然绿色的 丝瓜狼 像这种纯天然绿色植物的 产品用起来 仅更加卫生 而且也会更加的安全 这种百结布汤的吸水力 是特别的强 然而它吸护的污质 也是非常的强哦 而且呢,也很容易 藏在里面 不容易把它掀洗干净 这样一来呢 久而久之 就会产生了大量的吸菌 所以呢,这几种百结布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更换哦 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才是高度的负责 那这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详细的讲到这里 你们写废了吗? 虽然没有好听的语言 可是有着最普通的文字 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多多点赞,转发 这样子就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受益更多的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ZAMET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